据说GPT5铁定能通过图定测试 那么AI司机何时能通过人类驾考 哈喽各位我是丁丁 这期节目我们来测试一下小鹏的程式NGP 也就是程式环境中的导航辅助驾驶 在通往自动驾驶的漫长征途中 前两年各头部玩家相继推出了高速导航辅助驾驶 系统的能力和使用体验已经快速升级到可用水平 从2022年开始 华为和小鹏率先推出程式导航辅助驾驶 2023年下半年理想和未来也将加入占据 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高速和程式导航辅助驾驶足够成熟 基本上人类离L4就不远了 这次测试我们选择了上海的早高峰时短 并且涉及了一条覆盖高架路 地面道路隧道等复杂路况的测试线路 全程20公里出头 我们的测试车辆是小鹏PGRI 测试规则全程使用程式NGP 并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非必要不接管 这期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 PGRI的实际表现 然后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感受和思考 我们的起点是 前滩区域南北高架路的一个入口 好 程式NGP启动了 第一个挑战是要并入南北高架主线 第一次变道成功了 还是比较顺利的 然后是第二次变道 车头进去了 但是左后有车又回来了 往前挪了一小段又进去了 和后车有一个小小的博弈 还是成功汇入了足路 你上来就有好事啊 这一段比较顺利 但不一会就遇到了堵车 南北高架非常堵 这就是上海的早高峰 小鹏在这种走走停停的 低速跟车路段 跟车距离有点远 很容易被加塞的节奏 被一台G18加塞了 然后是一台比亚迪 再是一台特斯拉 连续被三台车加塞 还是有点保守 卢浦大桥也很堵 过卢浦大桥后 马上要转入内环高架路 所以车子要找机会向右变道 第一次尝试 空间不够失败了 没过来失败 第二次尝试 没有一下子过去 博弈了一下 第二下过去了 你能感觉到 它和后车有一个博弈的过程 整体表现不错 达道上车很少 跑得很顺畅 前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有一个带红绿灯的环岛 今天运气不错 是一个绿灯 边上车辆也不多 直接切入环岛漂亮 动作干脆利落 前面是一个红灯 沙停很稳 现在小鹏是红绿灯前 第一辆车 从中控屏幕和仪表上 都能看到 它识别到了这个红绿灯 红灯变绿灯 车子自动起步了 一个正常的加速 成功通过这个路口 这个环岛的表现很出色 然后并入内环主线 车速自动调到80公里每小时 下雨了 雨势一下子还有点大 向右变道 从晚平南路出口出内环 然后就是地面道路了 到晚平南路右转 很顺利 一辆电瓶车冲过来了 减速避让很从容 小心行人 还可以啊 这一段车流不算很拥挤 但是这里在一家医院的门口 被一辆车挡住了 有点近 帮帮我吧 大象我求救了 小鹏好像是尝试了一下绕过去 但是又放弃了 短暂退出了 NGP退出了 第一次接管 那就直接说帮帮我吧 好我们经过医院 NGP很快恢复 抱歉 刹车有点猛 一个比较急的刹车 小鹏表示抱歉 重新加速 加速过程比较慢 可能是为了照顾乘客的舒适性 但确实有点太慢了 然后莫名其妙就减速了 突然减速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速度下来后又正常了 这里被公交车挡住了 等一等 遇到这种情况 NGP基本上不会像人类司机那样去绕行 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选择耐心等待 好继续向前走 来到一个6X路口 小鹏看错红绿灯了 他把前方的直行红灯看成了右转红灯 所以停了下来 但是很快又纠正了自己的判断 继续往前走了 道路中间来了一个急刹 这是为了避让左后方过来的执行车辆 没毛病 就是刹的有点急 最后还是成功通过了这个6X路口 现在我们是在著名的恒山路上 但是NGP提示马上要退出了 啥情况 这个地方没有高精地图吗 他退出了 估计是这个区域没有高精地图覆盖 这就是现在各大车厂都在转线无图模式的原因 高精地图会有覆盖的盲区 有时候也不太准 这条美丽的乌鲁木齐路 只能留给下一次挑战了 还好没过几分钟 NGP又恢复了 哎呦难啊 难啊过不来 经过一个路口里让行人 非常有礼貌 简直有点太有礼貌了 红灯了 小鹏就停在路口了 你是走还是不走啊 不走啊 其实这个时候车尾已经过线了 理论上可以继续向前走 但他还是选择了等待 这个路口有点意思 前面是黄灯 小鹏加速冲了出来 然后才减速 这个有点老司机的味道了 最后要冲一下 冲过来再减速 这个可以 又到一个路口 绿灯了 你看边上的车都走了 但是小鹏没走 咋回事 他把左转红灯看成是直行红灯了 已经是第二次识别出错了 而且这一次没有自我纠正 我帮他一把吧 第二次非高精地图原因的接管 这个地方等掉头车过去 前面需要快速完成两次变道 还是挺顺利的 右转也很顺利 但是这个加速有点太保守了 让过行人 左转 重新回到晚平南路 这个区域交通情况还是很好的 左转进入荣耀路隧道 你别看这个路口很宽 其实左转进隧道这个口子是挺小的 但是很顺利没有任何问题 隧道不是很长 第一个口子就要出去 顺利向右变道 顺利出隧道 很顺利 但是好像没打右转灯 出隧道后 马上就到我们的终点 东方体育公园了 但是突然 小鹏在向右进入一个岔道时 一个急杀 NGB退出了 没有事先提醒 这应该是一次临时紧急退出 第三次非高精地图原因的接管 大概一分钟后 NGB又发出了退出提醒 150米后即将退出NGB 请立即接管 辅助驾驶LCC已退出 这次估计是因为高精地图的原因 这次挑战也到此结束 不知道大家看完小鹏 曾是NGB的表现是什么感受 说实话 我是有点被震撼到的 我觉得它的整体表现 已经超过了刚拿驾照的人类 新手司机的平均水平 也就是说它完全有能力通过人类的架口 不过这期节目的最后 我更想重点说说它的一个弱点 以及这个弱点背后 AI司机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在和其他道路使用者博弈时 小鹏NGB的整体策略相当保守 有时给你的感觉是太过保守了 比如中低速条件下 跟车距离远 很容易被加塞 在经过路口时 不管自己是否拥有优先通行权 都倾向于让行 在城市道路上 加速非常保守 这些要么是出于安全考虑 要么是为了照顾驾驶位上的我的感受 但现实情况是 这样的设定 第一会降低通行效率 第二 因为不符合周边交通参与者的预期 也可能制造新的安全隐患 比如在路口 后车认为你该走 但你突然来了个急杀礼让 可能就尴尬了 第三 导致车辆无法应对那些 需要来个急加速的局面 比如快速绕过道路上的障碍物 或者加速变道 使出高架路 这也会带来额外的安全隐患 但是如果AI司机更激进些呢 好像也是有点吓人的 开快车的司机很多并不喜欢坐快车 你怎么看呢 从今年开始 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将成为 自动驾驶的最新能力逐渐铺开 我会把不同的车都拿到这同一条路线上来 试一试看看 谁会更接近人类老司机的表现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定给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这会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写主